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你收看我们的作文专题系列讲座。 那么这一堂课开始,我们将给同学们指导公函的写作方法。 那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叫做公函,也就是公函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先弄得清清楚楚。 公函的概念 公函是指,政府机关,政府机关,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 社团 学校 还有商业组织之间 商业组织之间 或是个人与这些机构之间来往的信件 或是个人 或是个人 与这些机构 之间来往的 信件 好 那么首先 在这里面我们要明确两个概念 一个是呢 这些政府啦 这些团体 这些机构之间的往来的属性 还有个人与这些机构之间来往的形界 有两层含义 那么如果让我们要是作为一个做达者来写这个公函的话 当然呢 就是我们个人对这些机构所写的一些信函 那么公函与思函是相对的 他们之间呢 有很大的差别 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就是让我们先来明确啊 这公函和思函是不同的 那思函呢 是个人对个人 然后公函 是个人对机关团体 机关团体 也是机关团体 机关团体 对机关团体 对机关团体 这是他们的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 思函呢 是跳不出个人的圈子 而公函呢 始终是围绕着公事 围绕着公事而谈论 无论是政府机关 还是企业团体 在开展工作时 一定离不开交流和商家 或者是布置工作 或者是报告情况 或者是交流经验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需要用到公函了 也就是说谈论公事的啊 比如说 交流 洽谈 与商洽吧 布置工作 布置工作 报告情况 交流经验 这些都离不开公函 可用公函的方式来写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必要呢 分清楚 公函与思函 在格式上的区别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大问题 公函 与思函 在格式上的区别 格式上的区别 那么这个区别呢 让我们呢 来这样写 这是比较的项目吧 这是比较的项目 这是公函 比较项目呢 第一项 是编号 编号 第二项 也是人所代表团体 写信人所代表团体 第三 写信人地址 写信人地址 第四 第四 收信人称呼 直贤和地址 收信人称呼 第三项目 第五 称呼 第六 标题 第七 问候语 问候语 第八 正文 第九 结束语 第十 住词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几项十项的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要把位置稍微挪动一下 这是公函 那么编号呢 公函需要有 写信人所代表的团体 公函要有 私函没有 写信人地址 公函有 私函也有 第四项 收信人称呼 直贤和地址 那么公函有 私函没有 称呼 公函有 私函也有 标题 公函有 私函没有 问候语 公函没有 私函有 正文 公函有 私函也有 结束语 公函没有 私函有 住语 公函没有 公函没有 私函有 好 下面呢 还有几项 需要比较 比较项目 就是写信人之贤 这是第十一项 写信人之贤 第十二项 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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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项 日期 就市 中文化 商计人贤 国人贤 公函 杤 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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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